作者 默默 眼波人 居武巴亚居 以自己现在的手段 除了神石压制之外 根本没有对付他的好办法 法身神石不如自己 也是理所当然 他本就是自己的一里分神 哪能比得上自己的主神 用神魂压制他 等于是在作弊 还不如命令他 让他躺在那里 给自己打一顿呢 杨开想想 也觉得有够丢脸的 有多余的秘宝吗 法身忽然问了一句 有 杨开点点头 狐疑地望着他 不过只是心念一动 便明白法身要秘宝做什么了 当即惊讶出声 试天战法 竟连秘宝也能吞噬 发身道 我只是猜测而已 能不能还有待试验 杨开闻言 点了点头 摸索了一下空间键 找出了几件秘宝来丢给他 这些秘宝 都是之前身途那批人的东西 更早之前的战利品 都被杨开拿到 封灵城的黑市上换取元经了 结果那几件秘宝之后 法身当即坐了下来 将秘宝握在手心处 嗡声嗡气地说道 种下的种子 好像也发芽了 杨开疑了 很快就明白 法身到底是在指什么了 当即神色一喜 身形一晃 就从原底消失不见了 等到它再出现的时候 人已经来到了药园附近 整个药园 如今只有两个东西存活 一个是当年 杨开在故乡星域中 得到的布老树 另一个自然就是当日 被杨开种在鬼角处的 金银两色的墓中 布老树这东西 杨开尝试炼化过 却根本无法成功 最终只能移植到 小玄界的药园中来 不过因为布老树的存在 所以小玄界内 多了很多生机 杨开当年询问过杨炎 要如何才能炼化布老树 成就不死不灭之身 杨炎却没有说明 这让他很是无可奈何 而木种则来自于被斩杀的木枭 因为这个种子很奇特 连流盐都无法将之焚烧 所以便被杨开留了下来 如今才不过将近一年的时间 这木种竟已经在药园内生根发芽 长成了月末三寸高的幼苗 幼苗也跟种子一样 金银两色各占一半 看起来极为奇特 而且与之前的木枭本体 没有半点相似之处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杨开正正地望着 那三寸高的幼苗一脸茫然 他并不认得这种东西 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不过他却能感受得到 在那幼苗之中 蕴藏了一股很奇特的力量 这一股力量现在还很微小 但若是幼苗能够继续成长的话 必定会变得强大起来 可不要小瞧了这三寸幼苗 这可是栽种在小旋界的药园之中 约没一年的时间才有的成果 小旋界内的药园 有种土 有五枚地脉株 有不老树带来的生机 在这里栽种一天 差不多等于外界的百天了 换句话说 若是放在别处栽种 即便这牧种能够成活 想要成长到三寸高 最起码也要百年的时间 这么一想 杨开对这金银幼苗更来了兴致 但凡越难生长的东西 价值自然也就越高 没看不老树存活了无穷的岁月 才不过三尺高吗 确定牧种已经成活之后 杨开便没再多关注他了 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还需要日后多多观察和打探 随后的一段时间 他便在小玄剑内 系列着寒冷使用过的那柄长剑秘宝和飞圣宫的楼船 长剑秘宝是道元级下品 正好他如今也可以使用增强一点实力 服役不灭五行剑气的话 也能当成一招杀招 至于楼船自然是逮捕的工具 时间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 杨开再次从小玄界中走出来 又查探了一下刘延的情况 发现他依然还在地下沉眠着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来 杨开眉头一皱 略一思索之后 便寄出了楼船飞升而上 朝枫林城的方向飞去了 无法确定刘延什么时候能出关 他也没必要再浪费时间等候下去 反正刘延也知道自己在枫林城中 等到出关之后 赶往枫林城与自己会合也是一样的 他现在需要赶回枫林城的洞府中 准备炼化龙骨剑入体了 几日后杨开重返枫林城 进了城门之后 杨开都没来得及去跟康斯然报一声平安 便匆匆地回到了自己租住的洞府处 取出令牌 杨开往内灌入园里 冲着洞府进制晃了一下 但让他惊恶至极的是 这洞府进制竟是丝毫反应也没有 仿佛自己这块令牌已经没有作用了似的 这让他眉头一皱 不过很快他就想起仪式来 自己当时来到枫林城的时候 租住洞府的期限似乎是一年时间 而散散日子 这个期限应该早在两个月之前就已经过了 期限一过 洞府的使用钱肯定是会被收回去的 杨开心中顿时咯噔了一下 意识到有些不妙了 洞府期限过去倒是无所谓 大不了他再去城主府那边办理登记一下 重新租进一个旧室 不过是一点原惊的事情 他也没在洞府里存放什么太贵重的物品 并不用担心 可是在他走之前 张家的那个小丫头还在洞府里呀 当时他跟康斯然一起去远顶山探索公孙木的洞府 也没想到会耽搁这么长的时间 他本以为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返回的 离开之前 甚至都没有跟张若曦细说 告诉他要出门一趟 便把他一个人丢在了这里 现在洞府的使用期限已到 使用权限被收回 可张若曦那丫头呢 杨凯左右看了看 并没有看到那鲜弱的身影 不免有些焦急起来 在自己走的时候 张若曦只有圣王一层镜的修为而已 在这龙蛇混杂的风陵城 他可没有什么自保之力 万一被什么不怀好意的人给盯上了 后果不堪设想 会不会自己先回张家了呢 杨凯自语了一声 换他在张若曦的立场上 若是在洞府使用权被收回 然后被赶出洞府之后 肯定是先回张家再说的 若是这样的话 那倒不用担心什么 毕竟张家虽然不强 但后代也有两位虚王警 仍当杨凯毫无头绪的时候 身边却忽然传来一阵尽致的波动 杨凯一愣扭头望去 发现洞府的大门居然就打开了 从里面探出一个少妇的俏脸 那少妇看起来 约摸三十左右的样子 一双美眸警惕至极地 打量着杨凯一声道 你是谁 杨凯连忙抱歉道 在下杨凯 原本是这间洞府的主人 少妇皱了皱眉倒 这洞府如今被我租下了 我进来的时候 里面也没有东西遗留 我知道 我并不是来找东西的 杨凯微微一笑 努力和善了一些 不找东西 少妇见此更显得疑惑了 那你做什么 找一个人 一个少女 杨凯急忙道 他原本应该住在这里的 可是如今却不见了 不知夫人有没有见过 听到杨凯是来找人的 少妇怠眉一蹴 面色微微变了变 连忙摇头道 没见过 说话间便把脑袋缩了回去 同时把大门一关 等等 杨凯见此 立刻明白 他肯定知道些什么 哪容他就这么退回 一伸手就将大门顶住了 少妇面色斗变 立声道 你想做什么 这里可是风林城 杨凯冷哼一声 直接闪身进了洞府内 随手关上了大门 一双毛子 森冷地注视着少妇 同时体内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直朝少妇压了过去 道元镜 察觉到这股气息的恐怖 少妇面色陡然大变 诗声交呼 望着杨凯的美眸终于变了味道 风林城中 舞者实力水准普遍不高 道元竞强者并不算多 每一个都大有来头 绝非那些普通的舞者能够招惹的 所以一察觉杨凯的修为境界 少妇就有些慌神了 她才不过虚王一层镜而已 哪里能抵挡得住道元竞强者的威压 虽然苦苦支撑 但身子一下就软了起来 伸手扶住了旁边的墙壁 才没有被压倒下去 她轻咬着红唇 哀求地望着杨凯等 小兄弟 你我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的 我也从来没有得罪过你 还请小兄弟不要太为难我 我不为难你 杨凯冷着脸淡淡的 我只问你几个问题 你老实回答 若敢有半句欺瞒的话 我叫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你应该知道 我有这个能力 少妇闻言 咬着牙轻轻喊手 很好 我问你 你见过那个小姑娘吗 杨凯一双眼睛 逼试着对方 不放过她丝毫的表情变化 少妇沉眼了一下 这才艰辛地点点头道 好 我不知道那个小姑娘 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但是我确实见过一个小姑娘 就在洞府门口 说说看 她多大年纪 什么修为 有什么特征 杨凯急急问道 十六七岁的样子 修为的话 是圣王两层镜顶峰 快要突破圣王三层镜了 看起来有些弱不经风 身材纤细 说话细声细语的 头发黑亮直顺 就是她没错了 杨凯眼前一亮 确定这少妇所见到的人 就是张若曦 只是她也没想到 在这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张若曦的修为 竟能从圣王一层镜 竞争到圣王两层镜的顶峰 快要突破三层镜了 看样子 小姑娘资质不差呀 当然 这其中肯定 也有那一枚 暴劫洗髓丹的功劳 在其中 你说你是在洞府门口 看到她的 她在洞府门口做什么 杨凯右皱眉问道 少妇道 就在门口处站着 站着 杨凯恶然 不错 就在那里站着 我是两个月之前 在这里租住下来的 那个时候 她就在洞府门口了 但是我也没注意 后来发现 她一直站在那里 洞也没动过 好奇之下 我就问了问她 她告诉我 她是在等一位杨先生 小兄弟 你就是那位杨先生 少妇一边问 一边窃窃地 抬头看向杨凯 赫然发现 杨凯竟愣在了那里 杨凯此刻 心绪起伏着 脑海之中 不由自主地 想象出一幕画面来 人来人往的风铃城中 这个洞府门口 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闻闻静静地站在原地 任凭风吹日晒 依然纹丝不动 视而左右观望 却始终不见那熟悉的身影 喧闹的城池之中 她就像是被遗弃之人 孤寂 防华 手足无措 黑夜降临 寒风袭来 她也只能 蜷缩在原地 瑟瑟发抖 天亮之时 睁开眼来 继续等待 杨凯的心情 莫名沉重 我看她可怜 还邀请她进来做做的 她却没有同意 杨先生 小兄弟 我真的没有对她做过什么 你别为难我了 少妇一脸惶恐地望着杨凯 生怕杨凯将怒火 发泄到她的身上 你既然没有对她做过什么 那为何一开始不告诉我实情 反倒是一听起我问她的下落 就要立刻关闭洞府 你这明显是做贼心虚呀 杨凯冷悠悠地望着少妇 眼眸深处闪过了浓浓的杀鸡 少妇似乎是有所察觉 一个机灵连忙摆手的 不是的不是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真的没有伤害过她 说吧 她现在在哪 看你的神色 你似乎是知道些什么 杨凯冷恨一声 少妇摇了摇头 杨凯轻笑一声 看样子你是有所顾忌了 小兄弟你别逼我了 你放我一马吧 只要你不逼我 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少妇求饶起来 一有所指 说话间 神色竟变得有些妩媚了 一说毛子都水盈盈起来 杨凯神色淡漠 不为所动 指尖忽然萦绕起 一丝诡异的力量 声音低沉中 带着不耐烦的味道 说或者死 说话间 慢慢地朝少妇额头处出来 少妇见杨凯一副铁石心肠 终于有些慌神了 说道 那你去姜甲吧 说不定你能在那里找到她 姜甲 杨凯的手指 停在少妇额头三寸外 指尖萦绕的力量 骤然消失 若有所思地望着少妇道 怪不得你这么顾忌 原来是姜甲 不过 姜甲的人带走她说什么 我不知道 少妇摇头 一个月前 几个男子过来 与她说了一番话 然后 她就跟着那几个人走了 我一时好奇 悄悄地跟了上去 发现他们是进了姜甲的 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了 你就算杀了我也没用 她主动跟着他们走的 杨凯眉头一皱 是 少妇点头 好 多谢夫人承行香港 告辞了 杨凯一拱手 一个闪身便冲了出去 带到杨凯走后 少妇才如一滩烂泥一样跌坐在地上 一身衣衫都被汗水打湿了 她无门无派 能够修炼到虚王一层紧 全靠自己的努力和各种机缘 根本就没有接触过道远镜的强者 今日被杨凯近距离 这么一番威压恐吓 当真把她吓得半死 好在杨凯还算通情达理 并没有真的对她做过什么 否则她绝对无力反抗 缓了好一阵 少妇才回过劲来 玄机猛地起身 冲进洞府内 连忙收拾起东西 不大片刻之后 少妇走出了洞府 静止朝城门外行去 很快就离开了枫林城 她是不敢继续在枫林城里待下去了 万一那一天 江家的人追查下来 查到她头上的话 那她的麻烦就大了 据她所知 江家的人 可不像那位杨先生 那么好说话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无心声出牵挂 共谁演绎着掌金歌天马 谁祝福真有算得到吗 是谁这玩意洺的 这玩意派的双自由